大概能够给大家哪些东西 我也大概让各位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这本书里面主要的特色在哪里 就是说以往我们要用那个 做这个APP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用那个 如果用Android的话 就是要Eclipse 然后再挂JDK 然后再加什么ADT 加一堆东西才能开始开发 那现在的话呢 而且那个开发环境呢 对一般来说还是太难了 那界面其实不是那么友善 但是呢 这一套软体 Dreamweaver 我想以前做过网页的应该都知道 做网页的话 基本上都会用这一套 那以往在这个之前 好像也用到什么front page 我现在front page已经没有人在用了 但是好像那个什么 现在我听说 那个国家考试 那个考网页设计丙级 好像还在考front page 这个感觉好像是考古一样 现在有些 有些证照的那个类型 实在就是说 太旧了 它没有更新 理论上应该将来 会需要有一个 类似这种 App的一个对应的证照 可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快 所以将来会有 OK 那它能够怎么样 快速完成作品 并且拥有什么 视觉化的质感 质感界面 那以往 如果说你用那个 你就会来开发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界面永远都是丑丑的 那你要做漂亮一点的界面 非常的抱歉 很困难 非常的困难 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在界面上面 但是呢 现在你只要 会用Dring River 或者CSS CSS 就可以怎么样 把你的界面变得漂亮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Phone Gap 本身有很多的套件 这个套件就是说 很快的可以帮你 把界面做出来 那看起来质感也还不错 也就是有点像是套用上去就可以 另外呢 也可以驱动什么呢 驱动手机的硬体设备 举凡什么照相 录影 录音 放音 GPS 甚至无线网路 语音导览都没有问题 OK 就是有一些 硬体设备 它可以驱动 不过 如果说有一些 Phone Gap 还没支援的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 类似套件式的 帮你去驱动 所以它如果没有资源 那就很抱歉 这个它的缺点 那它的优点就很简单 你只要 简单套用一下 它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了 比如说你要照相 它可以帮你照相 录影 那以往 在那个研究里面呢 也可以 可是你会发现 哇 它写很多程式嘛 而且它迪伴 非常非常麻烦 但是 现在用Phone Gap 它等于是说怎么样呢 帮你搭一个桥梁 一下就可以达成了 你只要知道怎么设定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可以结合什么 主要是结合这个 HTML5啦 第五代的HTML预法 跟CSS3 还有Phone Gap 这三个 那Phone Gap 里面呢 基本上是那个 有一个技术叫 JQuery Mobile的技术 在里面 它也把它打包了 让你做App更简单 那另外就是说 它可以跨平台 也就是说呢 它做完之后 不是只有在Enjoy可以Run 它还可以在iOS 跟Windows Mobile 反正只要是自信手机 它都支援 不过目前用最多的 就是Enjoy 跟那个iOS 这两个大概为主 那iOS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要在iOS 就Apple的手机 或者是平板上面Run的话 你必须要先去注册一个 就是iOS的开发人员账号 如果你没有这个账号的话 你也不能产生 那个iOS上面的App 那这个账号 一年注册费要99块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当然现在很多的iPad平板上面 如果说你有客户有这种需求的话 那你还是得去做注册的动作 那你才可以产生一个 iOS上面的 这个App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 我想这个也是 跟钓鱼一样 你没有耳 你怎么去钓鱼 你还是要先付出一点 对不对 那至少你将来就可以在 iOS上面有一席之地了 OK 然后利用的就是这个 JQuery Mobile 所以有一个网站叫 JQuery.com 就是这个关键字 JQuery.com里面 就会连到 JQuery的网站上面 JQuery.com的网址里面呢 它就有很多的 关于这个技术里面的相关说明 在这个网站里面也都有 然后快速打造专业手机使用者界面 那JQuery这个部分呢 除了说在手机上面使用之外 现在很多这个网页上面也都是用这个技术 它叫JQuery 那在手机上叫JQuery Mobile OK 就两个技术 那让你怎么样呢 用这个技术一次开发 能够跨iOS跟enjoy等不同的平台 让你的app无远佛界 这个我想这是它的优点 OK 大概跟各位简单说明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相关的章节 这本书里面 大概会分成就是 我看一下 总共有大概就这九章 大概就这九章 第一章的话大概就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技术里面的特色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 我想前面 第一章 大概看一下 因为里面都是一些理论的 大概花一点时间稍微阅读一下 第二个就是说呢 打造 您的第一个app 然后怎么样 要安装 Android SDK 这个东西 不过我是建议怎么样 这个可以跳过 因为有问题 因为我试过了 有问题 先跳过了 帮各位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的话怎么样 接下来再进行相关设定 这个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教各位用 别的方法更简单 不然的话很多人 看书学 永远做不出来 因为会卡卡关了 OK 所以这个第二章有问题 那第三章的话 就是 JQuery Mobile里面有哪一些 专业的使用者界面 要怎么去使用 OK 那第三章 第四章是 人机互动界面 大概 这会先从第三跟第四章开始讲起 那第五章到第八章 就是 实际的sample 而且这实际的sample做得已经很精美了 里面的美工也做得不错 这个部分下一次会demo给各位看一下 那最后第九章就是说 我们既然已经做好怎么样上架 直接放在Google Play上面呢 就可以让人家搜寻 而且也可以下载 甚至你也可以挂广告上去都不会有问题 OK 大概是这样子 这边总共会有这几个章节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话 基本上 至少我看 两个 两个 一定要做完的 第一个 就是 看环境 可以的话就下载下来 然后不行的话 回家再下载 第二个就是去注册一个什么呢 Phone Gap的账号 为什么呢 因为Phone Gap它可以帮我们把网站转换成App 网站转App 它的服务就是这样 那目前 它有分成免费账号跟付费账号 免费跟付费 那你要选哪一个呢 对 还好它以前是完全免费 不过现在是又多一个付费 那有什么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 这个先跳过 这个是旧的 要登录账号 但是这个功能常常出问题 所以我不建议各位使用 就是在 Phone Gap有个Phone Gap Build的服务 这个也可以登录 那个Phone Gap账号 但是常常出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注册一个Phone Gap账号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网址 网址的话 就是叫做 Build.Phone Gap.Com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应该比较小一点 这叫Build Build.Phone Gap.Com 就这个网址把它打上去 打上去之后的话呢 Phone Gap Gap Gap就是四代 一个等于是一个 不是四代 是一个间隙 等于是一个 算是一个 Phone Gap 手机本身的那个间隙 把它弥平 然后点Comp 后面加一个点Comp OK 就这个网址 然后呢 打进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 你一进来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要哪个方案 他有三个方案 那 第一个方 这个地方 请你选择这一个 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Free的这一个 那你会想说 我付费跟不付费 有什么样的差别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免费的话 他只能够产生 一个App 一个App 那你一个App 做完下一个 就没有了 就一个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一定不只 那我做完一个之后怎么办 付钱吗 其实有几个解套方法 如果你要一直免费 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 因为他一个email账号 就可以产生 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就是他的一个新的账号 PhoneGave上面的账号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email 你就再注册一个 再产生第二个App 第三个第四个 不过问题又来了 总共用完email的一天吧 像你们应该 两个email账号就算多了吧 其实我有十个以上 所以我可以产生十几个 那个PhoneGave账号 不过这样也不对 这样好像也蛮 所以后来我想到 还有第二招 第二招就是说 可以这样子 我就把那个网站 转换成App之后 我就把那个App下载 对不对 那你下一次 还要再产生下一个App的时候 请你把旧的那个App 删掉 删掉之后 就没有了嘛 再传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产生下一个App的时候 麻烦一点 请你先把旧的专案先删掉 删掉之后再传就可以了 这招我试过 OK没有问题 很好用 就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是一个 转换 转换的空间 随时就清空就对了 不然的话 第三个 就是付钱 对付钱就好 付钱它就有25个 它可以产生25个 当然 以后如果 其实如果你靠它 已经赚到一些钱的话 其实你可以投资 对不对 如果说你的案子 越接越多 其实就可以 去投资一点 也不 当然也是一种不错的 因为 不过算下来 一个月 9.99 就是大概10块钱美金 10块值额和台币大概300一个月 一个月300块 其实好像也不算太多了 其实如果说将来 如果你真的有赚到钱的话 也说不定可以 算是算是乐捐一下 不然的话 这些公司赚不到钱 对不对 它怎么存活呢 你会发现它研发这样的技术 要花很多钱 对不对 人家的智慧财产 所以也是不要吝啬的 其实像我有时候 我都会蛮支持 像这样的东西 我宁可给它没关系 因为让它更好 我们才可以再发展 不然它如果倒掉的话 那就 大家又要 用其他的技术 OK 那另外还有什么 Adobe ID 这个我想 我用的比较少 我通常是用这一个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连到这个网站 进来之后的话 就是选free 这个 那free这个的话怎么做 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 他会问你说 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create 这个什么 your account 请你选这个Adobe ID 然后Adobe ID 点进来之后的话 可以做什么事呢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登陆进来 我来试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网站的话 基本上 把那个网址打上去 Build PhoneGap.com OK 那这个网址请务必各位 最好能够把它记下来 因为将来 我们都会靠他 去帮我们做 转换的这个动作 OK 那这样来的话 就gettingstart 点这一个 点进来 这边有free gettingstart 然后free OK 点下去 free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注册 所以这里的话 请你选择这个 register 这边 就是先gettingstart 然后 因为如果你已经有一个的话 你就side in 如果没有的话 就register 那register的话 点进去之后的话 他 点一下free OK 然后进来之后的话呢 你就是什么 side in的部分 你就选一个什么 你的email信箱 那这个email信箱 你就把你的email信箱打上去 然后password 更正一下 应该是这个是side in 登录 如果说你要登录 你这边有create an adobe id 我们可以用adobe id 登录 那里面的话 你就是把你的email帐号 password 然后再retile 然后first name 就是你的 名 你的应该算你的first name 是信 那 name是名 打上去 然后你的地区 台湾 打勾之后的话呢 按一个create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创造一个什么呢 一个adobe id 也就是你要先用一个adobe id出来 出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你就是side in side in的时候 我用我之前有登录过的一个账号 比如说 然后小老鼠 一定是 我是用gmail登录的 所以这是我的账号 然后我的password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删印看看 OK 好 进来了 这个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个部分呢 就已经产生了 那你可以它发现 就是说 我里面已经有一个 一个app 那如果我想要把这个app 清空 再做下一个的话 其实很简单 点它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点它之后有个 有一个那个 看一下 直接点点它之后的话 底下会有个setting 然后最后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给delete掉 就可以轻掉了 然后那下一次 又可以再传新的上去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 这个后面还会再讲 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 OK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记得是这个网址 然后先到 里面 里面我先登出 记得是这边 register 你可以直接register 然后free的 点进来 再到这边先注册一个 记得点这边 create an adobe id 再登录就可以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个先注册注册一个 那个 adobe id 出来 再用那个 adobe id 登录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做完一个网站 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就在做一个网站 网站做好之后呢 把它传到那个 这个网站上去之后 它就会帮我们变成app了 而且其实非常的简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